歌手薛志谦早前因扁桃现发言发高销 被迫取消全都正演出 当时他虽然很不舒服 但任亲自到台上向粉丝们道歉 近日他登上综艺节目重提生命仪式 后来儿子在他生病时 开玩笑的到处说爸爸BBQ了 一边又贴心研究不死糖 想制作给爸爸吃 男举让他十分感动 节目曝光后薛志谦有儿子的消息 让不少网友感到很惊讶 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 然而事实上薛志谦从未可以隐瞒此事 找在儿子小雪糕出事时 她与太太高雷欣便晒出一家三口的手指罩 此外夫妻俩的恋爱故事相当曲折 男人于2012年结婚 三年后却宣布离婚消息 而在2017年的一次演唱会上 薛志谦高调向高雷欣表白 用一首歌唱出他们的故事 不久后就宣布复合 引来不少网友送上祝福 希望两人能一直幸福快乐